Hello 大家好 我是Ferisei Sajjan 大家好 我是Ferisei Sajjan 今天的主題是 為什麼日本一定要辦成2020東京奧運不可 那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都是非常期待這件事情的 但是因為最近疫情擴散的關係 所以會有很大的影響 那這次日本在防疫上有息事寧人的作為 是不是又因為顧及到奧運有很大的關係呢 又是否因為旅遊記的關係 不敢對外國遊客實施強硬的禁令 我想是有非常巨大的關係 講到奧運的一些突發狀況 可能會想到 東奧的911事件 還有里約奧運芝卡病毒的事情 2011年911事件後 該屆冬季奧運仍正常舉辦 那在2016年的里約奧運的時候 也在芝卡病毒的肆虐下完成了賽事 美聯社報導指出 目前日本東京奧運比較大的問題可能在於 多項在中國或其他地區舉辦的資格賽事 已經被取消或是延期 有可能需要重新調整賽程 中國運動員的因應對策也是一大挑戰 另外目前日本也成為中國以外確診數目最多的國家之一 日本本國資源投入在防疫上的人力物力 是否有辦法並行奧運的舉辦也成為一大隱憂 現在目前有些資格賽已經移往其他國家做比賽了 本來有停辦的疑慮 但是日本還是非常希望辦成 但跟中國比較有關係的事情上已經有做一些改變調整了 那為什麼日本會這麼想要辦成奧運的原因是因為 2020奧運確定在東京舉行之後 日本開始投放很多的金錢在做行銷 那大家知道這個數目會有多可怕嗎? 因為日本是準備了7年之久 2020的奧運確定在東京的這件事情 在2013年的時候就確定了 而且日本媒體都有大肆的報導 所以就是這整整7年的時間 日本都在規劃做行銷花很多的錢 那因為日本近年經濟不見 這個東京奧運呢 也是日本振興經濟的超大超大的好機會 那就變成說錢都投了很多下去了 不管怎樣都想要舉辦 不然就是完全沒有辦法回收 等於那些錢可能就丟到水溝一樣這樣子 東京奧運組織報告預算為126億美元 但日本審計委員計算後 除了這些以外 並未將奧運的其他支出 像是廣告、旅遊計劃、還有培訓計劃啊 無障礙等這些相關的東西加入 還有東京先前的追加投資也未列入 日本的財經報紙計算 東京奧運的花費大概是3兆日元 折合為273億美元 相當於台灣2017年總體GDP的5% 那東京奧運會不會有可能停辦呢 其實現在是處於這個隱憂當中 但是停辦的可能 我想應該是幾乎不可能了 因為日本媒體在2月14號的時候還在報導說 東京奧運的負責人 調整委員會們表示 對於新型冠狀病毒一事 他們非常信任日本的公共衛生當局 認為日方做出了適當的對策 而且也說了日本東京奧運照預定舉行 沒有停辦或延期的必要 那我也看了日本的國際管理研究科的專家指出 他也認為東京奧運停辦的可能是幾乎沒有 那這一波新型冠狀病毒所帶來的衝擊 日本稱之為 這個專家說 差不多到了今年6月的時候 會因為有大眾媒體情報管理的關係 這個 的事情可能就會被管制 不會再這麼大事報導 作為代替的就是有很多 其他無關這些事情的報導 或者是那種即將開始要東京奧運了 的那一種正向的報導會衝刺著 他認為在6月的時候 可能幾乎在日本媒體上 看不太到在報導這個 Corona shock 的事情 他認為這個可能有99% 那日本因為卡在奧運 不敢大動作的進行防疫的這件事情 在奧運前的大大小小的活動中可以看出 像是日本很重要的京都馬拉松和東京馬拉松 因為如果整個取消馬拉松活動的話 可能會引來民眾的恐慌 所以京都馬拉松就沒有被取消 他在2月16號的時候就照常舉辦了 而且他們對居住在中國的跑者呢 是只有發出自律自重的那種意思 而不是平息不是禁止的 這個京都奧運有15000人參加 規模也是蠻大的 那對於日方這樣子的處理方式也是 一潤紛紛 那東京奧運就倒是真的被取消了 那他們停辦的處理方式是這樣 1.一般參賽者取消 2.不會退育 3.名額會保留 但是明年要再繳一次費用 4.有買紀念T恤的會郵寄給選手 雖然這個取消了 但是主辦單位就因此也得到了7兆元日元 不退費的這件事情也是蠻多日本人在抗議的 那反觀台灣的現象 真的是做得超級徹底的 因為我的台灣的朋友都會告訴我說 欸他們最近什麼東西都被取消啊 就是有大大小小的情況 像是平易近人的公司會議 很多朋友也跟我講說 他們公司就是定期舉辦的會議呢 也因為疫情被取消 還有公司給員工進修上的課程也全部被取消 這個是我周到的人告訴我的情況 還有像是法谷山農場室的活動也被取消了 就是那種群聚的活動 聽說2月的行程內容全部被取消 3月的話就還不知道 那如果講到馬拉松的話 我知道的是高雄的富邦馬拉松都取消退費了 那日本準備奧運的程序也馬不停蹄 東京奧運聖火接力彩排在2月15號被舉行 跟大家一起看一下新聞 那這個聖火接力彩排在東京都內舉行 還邀請了日本這麼大咖的十元聰美等世衛跑者 拿著沒有點燃的火炬練習接力 那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日本國人對奧運的看法 那我覺得日本會滿兩極的分為兩派人 一派人就是覺得喔就是辦奧運很光榮啊 但是也沒有特別想要到現場去支持 那有另一方面的人是覺得說 東京奧運在1964年以來是 睽違56年的大事 而且這一次的第二次呢 也是亞洲首次舉行第二次的國家 所以也會有很多日本人會認為說 在自己的有生之年 可以看到在自己的國家舉辦奧運 是非常難得的事情 一生可能只有一兩次的機會 所以也會有一些人是非常熱血的 那我自己本身呢 這一次2020年的東京奧運 我本來是真的超級超級超級想要去參加的 原因是因為我也很想在現場看奧運之外 這一次的開幕典禮是7月24號 也就是我生日的前一天 我的生日是7月25號 等於是正式比賽開賽的那一天就是我的生日 然後就覺得哇也太巧了吧 就本來對奧運就很有興趣了 但也剛好因為跟我生日重點 就又更想去這樣子 但是我拜託了好多我的日本朋友 一起幫我買票啊 或者是甚至後來在台灣 有釋放的那些名額 我也有試著去搶啊 就全部共沽 不知道共沽幾次了 共沽到無法計算 真的要買單票實在是太困難了 而且我也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多台灣人 也想要去看日本奧運 我感覺好像都比我認識的日本人還要熱血 因為我那些很多要幫我搶票的朋友們 他們就是那一派不想要都現場看的那些人 然後我的好多台灣朋友會跟我討論 那個日本奧運票有沒有買到 所以就覺得欸台灣人也非常的熱衷這樣子 那跟我一樣沒有搶到門票的人 到時候我們再一起看電視轉播 為他們加油吧 好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有趣的話 麻煩幫我幫按讚留言分享喔 我們也有其他的類別影片 還有每天也有用Facebook Instagram 用中日文分享資訊 這三個平台發布的東西都不太一樣 歡迎追蹤 那我們下集影片再見 掰掰 markers 真的 拍拖 感谢观看